是给大家讲这个上路兵线怎么样玩总这条线 那么潘森的具备这个具备这个推线与控线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主动权啊 他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英雄 也是上路比较这个简单但是却暴力的英雄 特别适合这个所有分段的人玩 那么大家这个熟悉的这个国父第一潘森 潘臣就是这个潘森的玩潘森玩的最好的这个人 然后我呢也是从他那里得到一些这个启发 然后呢拓展了一些自己的东西 首先呢大家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潘森的博人天赋 一个英雄你想出名就拿到优势那么你的服务天赋 一定要是最大最这个最配的最合适这个英雄的 啊大家知道潘森这个英雄他的主要输出技能 就是靠他这个Q技能的消耗 还有一技能的爆发 还有W的硬控 他们都是属于这种小技能 那么小技能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伤害 还有减CD 减CD是非常 是潘森最依赖的这个属性 那么我们的服务和天赋 我们在服务天赋方面就要针对一下了 首先呢 我们精华带这个三个攻击力 是提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伤害 红色的有些人喜欢带护穿 那么我在这里啊 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说 当前版本这个肉都比较厉害 但是呢 战士他比较脆 然后 其实我们在上路兑现的话 其实在前期那些肉的话都不是都跟战士一样 属性的话也不会高太多 然后我们的护穿 这个在中期以后才开始发力 在你的这个攻击力高了之后 这个护穿才比较明显 那么我们就不带护穿了 我们打一个前期 拿一个优势 这套服务呢也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说你在前期如果没有巨大的优势的话 打到中期可能你的伤害不太够 这就是我们带护穿和不带护穿的一个区别 但护穿呢 他前期可能伤害会低一些 打近战那些战士的话 可能压制力不够 那么但是我们 我会给教给大家在线上怎么样拿到巨大的优势 利用这个兵线 怎样处理这些优势 所以说我们就带一个最前期的一个复纹 就是全攻击力的这样一个复纹 也比较也比较廉价 这套复纹 大概七八千就能买到 黄色固定护甲 这个不用多说了 那么雕纹的话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边是带一个固定的减cd 刚才也说过 我们就是以这个冒着最大的风险 打一个打前期 在前期拿到巨大的优势 然后通过这个装备 还有等级 还有金钱 还有这个经验的一个领先 然后弥补我们这套复约的一个缺陷 在中期补出这个护穿 护穿装备就可以了 蓝色是六个固定的减cd 然后三个模抗 三个魔抗 但是魔抗是必须的 哪怕你兑现的不是这些进展 哪怕你兑现的没有这个魔法伤害 也要带上三个魔抗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兑现的话 他喜欢带雷霆 他带雷霆的话 我们就得这个 雷霆到四代魔抗 也是能抵挡一些伤害的 这个蓝色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减cd 服务量就是这么多 注意一定要带这个15攻击力啊 不用带这个护穿 当你面对这些前期的这些英雄的时候 其实都非常好打的 不管是他是属于什么什么类的英雄 不管是战士还是坦克 他们在前期就出门就没有这么没有护甲的 没有护甲的 那么我的攻击力是最划算的 这个都通过研究 给大家这个 说出来的 大家不用去考虑那么多 听我的就没错 那么在天赋方面 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 其实分为两套 一套是比较常用的 雷霆爆发流 那么还有一套就是 明火消耗流 什么时候选择明火 什么时候选择雷霆呢 就是当你在面对这些近战战士 像鳄鱼 鳄鱼不算 像这个武器 剑机 锐鱼 这些近战战士的时候 可以带雷霆 提高自己的一个爆发 然后当你面对这些 比较肉的这些英雄 像石头人 大树 泰坦 这些的 这些英雄的时候 可以带一个明火 需要大家准备两套 这个天赋 天赋的话就点出新鲜血液 然后先天资质 双人剑 需要注意的是点出这个双人剑 因为我们是要 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是把所有的这个风险都放在了前期 那么我们前期就一定要拿到优势 双人剑呢是必不可少的 好了 这个福尔的话就 福尔天赋就讲这么多 然后还有一套 还有一套这个 等一下这个先改一下 把这个名字改了 雷霆 然后还有一套是这个 明火 对明火 明火消耗流 明火 明火也是点这样 前面都是一样的 就是也是打一个前期 就是这样 这样的一套福尔天赋 好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福尔天赋 都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去进行一盘这个实战教学 在实战中再给大家分析 如何利用边线 打开局面 从为这个上路 召唤师峡谷 上半野区的 上半这个版图的这个 最大生物 最恐怖的生物 我就问你 你猜不猜 我猜不猜 我怎么说 如果你们觉得我猜 那我猜 那就那我就是猜 如果你们觉得我强的 那我就是强 取决于你们 不取决于我 这号 这号是白晶五的 电一白晶五 明火是黄金一三 黄金一还是黄金三 但是我还不让我打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猜 对对对 因为我比较 我比较菜 这号就是我打的 但是呢 我还是想给大家 讲一下这个 在这个 中 这个比较 适合大家的一些分段 去讲 因为这样 讲起来的话 你们入手也比较简单 这样模仿起来 也比较简单 你像如果讲 你讲一把这个高端举的话 像讲白晶银钻石以上的 颠一白晶钻石嘛 讲一下的话 有些细节方面的东西 可能你们处理处理不了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讲的更细致一些 就可以全程去 跟大家讲了 而不是在 而不是我坐在这里打 给你们看 更重要的是讲 而不是打 对吧 因为讲的话 肯定会分心嘛 然后就选择一个黄金段位 就可以了 黄金段位比较适合大众 因为这个东西以后 还是要给大家去看的 去给大家借鉴的 大家都知道过 对于这个 兵线的掌控 可能是 比较这个透吧 然后 而且这个上路的话 也对这个兵线 兵线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 可能是 更多的是 关于兵线的东西 今天怎么没有人说话呀 没有时间 原来是没时间 回答大家 现在是没人说话了 我昨天的瞎子可能 吸粉吸了太多吧 都去学我的瞎子了 潘森其实也很重要的 这个 这个英雄选出来的话 觉得 觉得没有什么 没什么意思吧 但是它确实很好下分 如果你玩懂的话 今天才报名 没快点瞎子 瞎子是昨天讲的 昨天中午讲的 昨天中午讲的 你可以在这个 我刚刚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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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局排位 B版盘森 没有必要吧 盘森 这个 其实很容易成为突破口的 如果遇到这种 不老道的盘森 很容易成为突破口的 我盘森6级 打不过对面 盘森搞中路很烦 你男朋友吃火锅 问你 盘森如何刷新自己的盾 又是一个虐狗的这个问题 你主要是想说 你昨天跟你男朋友去吃火锅 而不是想问我 盘森如何刷新自己的盾 这个学生 我记住你了 我们班的学生 但是回归正经 还是给大家讲一下 盘森州刷新自己的盾 这个盾站起来 我们可以有三个盾 我们可以触发三个盾 就是说本身他自带一个 我怎么是扶着我 哎呀这个人 这个人我怎么是很辅助啊 等一下我们这个人商量一下 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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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这就是下与小姐姐的号吗 对 这就是下与小姐姐的号 大哥 大哥 答应我 我得求他 想下分呢 就多学一学 跟着老师学一学关于根线的东西 关于经验方面的东西 其实这方面的话 老师可能教给你们 能教给你们的更多 还有心态方面的问题 我 我们这个什么时候都比较自信啊 很多人他有这个操作 也有这个经验 但是说 但是呢 就是关于心态这个方面 可能稍有欠缺 那老师的心态呢 是比较厉害的 对 潘森比较克制剑机 对 潘森比较克制剑机 不用带缠送 不用带缠送 我们带个 我们带个这个什么 带个 点燃就可以 带个点燃会好一些 打鳄鱼更 不好杀一些 如果鳄鱼 会玩的鳄鱼基本上都是带多安顿出门的 不好杀 我们如果 当然打鳄鱼也很好打 打谁都好打 因为他有个Q技能吧 我们刚不过 就用这个 手长的优势去打他 打近战战士 我是不是说战士 打近战士 同学 再听一遍 打近战战士带 带明火 打 那不是 打近战战士带雷霆 当然你打 打 打鱷鱼的话 他可能会出肉 他就不叫战士了 因为他本身也比较肉 他属于战士 那就带雷霆吧 一样的 为什么 为什么要带明火呢 因为鳄鱼他有Q技能和有回血嘛 有回复技能的 带明火的话 打鳄鱼会好打一些 更容易打出优势 打雷霆更容易击杀他 我给大家讲 上路这条线 击杀他不是目的 重要的是把兵线玩好 如果你击杀他 然后你 然后你 你肯定也会消耗很多状态 那么你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兵线没有处理好 那人家TP 一个TP就把这个战局改变了 当然这个鱷鱼他还是带着点燃 他还是想跟我们刚一下 刚一下就刚一下吧 既然他喜欢刚 那么我们就跟他 刚一波 可以EV5吧 这英雄怎么说呢 他就算前期起来 中期起来 后期起来 也不能EV5 打肉带明火 对打肉带明火 这首 蓝博 蓝博在对线潘森的时候 其实不是很战烈士 蓝博打潘森会好打一圈 肉带 肉带 可能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说肯定会被压 这英雄拿出来就是压人的 好 开始了 稍后讲一讲一讲 这个皮肤还没有看过 打任何英雄都要带这个 药水出门 EV6Q 你不要管他打什么英雄 打任何英雄都是要带药水的 酒桶佳寮 酒桶佳寮就在灵火 酒桶佳寮 好尴尬 好尴尬 这个ETC太尴尬了 我觉得这ETC那个闪现明显就够不着 那EZ在勾引他 EZ就算交出治疗 不被他杀 这个ETC也是亏的 就通过这一点我们就知道 这一团下路 可能有点 可能会有烈恋 但是不要慌 抢个草丛 先抢个草丛 先抢个草丛 一会儿利用Q先Q他一下 抢草丛很关键的 抢草丛 带个多兰盾啊 Q一下明显感觉 不是很疼 不是很疼 确实不是很疼 但是A起来也就很疼了 A起来加Q起来 注意一个细节 我在打他的时候 我直接就开始嗑药了 好那么现在呢 他已经没有 他已经嗑了一瓶药 而且他这个冰险 我们就用被动上去跟他换波血 我承受的是小兵的伤害 而对方这个鳄鱼 没有打出伤害 注意我抢到二级了 这个时候上去打他一套 这个剑射给我吓到了 其实这一波闪现不该交了 肯定能换他 但是剑射上来 剑射只打了两个野外 他只打了两个buff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一波呢 对面的这个鳄鱼没交闪现 他之所以感动我们拼 可能就是因为剑射 打完两个野外就过来了 比较尴尬的是 但是没办法 接受这个时间点卡的不对 他直接放弃了自己的发育 然后走上来吃了一波 什么也没吃到 但是这波兵线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 就有点亏了 为什么说亏呢 因为我的兵漏了很多 而这个 碍鱼他可以输出这个实际验 这个是我们 我们得对自己的一个优劣是要知道 既然我们推线 那我们就把真眼做到这个位置 这个 剑射还有吃得坏 哎 这个鳄鱼 这不能追了 因为我只有二级 这赵姓可以走的 赵姓可以走的 赵姓有点高 走了走了 这传送什么意思 我都想不明白 这边这个中单交了传送了 继续压他 这个血量其实可以秒杀的 哎 差一点点 但是让赵姓收了 哎 我怎么 我怎么让小兵打死了 X 潘森 原来其实很好打 但是 鳄鱼他是 带着多安顿嘛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如果我带这个明火的话 会很好打的 但是这个学生呢 哎 觉得像大老师的脸 我就赶紧点出雷霆了 像鳄鱼他如果出咒的话 你带这个雷霆 其实是 线上消耗的话 其实不是很大的压制力 但是呢 他肯定补不上兵 这是真的 你看 他七个兵我十七个兵 而如果你玩得更老道一些 其实 会很好打他 但是你也不能排除 你没有队友的这个情况 队友过来的话 那我们还是得 配合一下他 他还是打不过我们 而且一发平A 像他刚的话肯定是刚不过我们的 这边 这边不要着急 哎 这个监生不敢上了 他如果上来他就死了 这边的话 鳄鱼就亏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兵 我把它推进去之后 对方这个兵线 就炸了 他没有带TP 会亏很多兵 之前的都是都是我亏 我在亏 因为我推完 我这个 杀完人之后 这个兵线并没有推进塔内 不要小看这个兵 兵是非常关键的 像我为什么现在只比他高一级了 就是因为我前两波把他杀了之后 我自己也死了 我兵线没法处理 现在的话就明显不一样了 现在兵线就比他多很多 回家 不要莫凑 不要这个什么 现在已经没有消耗品了 哎 你回家 我有个装备 补出长剑 四长剑 长剑联盟 其实 我可以选择出这个 我可以刚才选择出这个东西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他的装备 没有没有买护甲 那么我们买护穿就是不值的 还不如买长剑加红水晶 这样作战能力会很强 一定要看对对方的装备 选择再出出装 这边鳄鱼也不知道去哪了 给队友发个信号 信号肯定是要发的 就是剑聖在下落 看一下小地图剑聖在下落 我们这个周可以推线 推线的话去强杀鳄鱼 去在塔下做一个消耗 然后我们再 推塔带节奏 队友这把挺顺的 就赶紧配合一下队友 让这把游戏结束得更快一些 如果是军事级大家可以空线 空线发育 但是这一盘不是军事级 这盘是比较优势 要鱼1-3了 注意塔下的消耗 Q一下 Q完之后就走 这边利用盾再消耗一下 他很疼呢 多利用这个护盾 多利用我们的被动 去帮我们扛这个塔的伤害 他想补编就得吃Q 他想补编就得Q他 现在过于6 你没有W 靠什么杀我 我们有反应的时间 这边直接做大 哎呀 有点笨 哎我怎么卡就不动了 哇 原来是我卡呀 天呐我卡吗 我都不知道 还好吧 是我卡 哎这把有点躺 有点躺有点躺 有点躺赢的意思啊 但是还是把这个上单压制住 这个是你最重要的关键 这个是你对线 需要做的就是 压制对方的上单发育 你看他的装备很差 这一波我们从这边 哎没有这个东西 如果有爆炸 我实际的鳄鱼又死了 鳄鱼他现在没有大杖 没有闪现 再蹲一下 7级了 现在呢可以把兵线控一下 控下发育了 不用再压制他了 因为这个时间点 已经得到对方上这个打野的针对了 就不用去 不用再去压他了 从二级这一波就看得出来 对方的这个打野 特别想针对我 不过也好 他只是针对了一波 只是针对到一波 一波呢对于他自己的发育 也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鳄鱼现在补不到兵很难过 哎 用W我们把他这个 你想钢就这样过客了 他忍不住了这个鳄鱼 因为我们扛了这个 卡了太多的兵在这里 他上来 注意看我一个细节 我身上有一个盾子 我也知道他肯定是要先A我的盾 然后再去W我 然后当他A完之后 我瞬间开W 把他这个W打掉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细节 如果 刚才我们被运到 先手打一套 就很难受了 有个细节在对签恶鱼的时候 需要做的 韩戈鱼现在1-4 34个兵 这个已经达到我们这个 目的了 来了 这个小法如果还不走 他就死了 先用大招量一下 直接选择他撤退的路线 他选择这个闪线逃跑 那我就选择原谅他 放过他 不跟他多多计较 当然你在推塔 当你把线 就像我刚才那样 推到塔内 推到对方塔内的时候 可以选择 可以看看中路的情况 还有野区的情况 如果中路 兵线不错 我们可以抓他一下 这个跳大是完全有必要的 你跳过去之后 因为你上路兵线处理的 已经推进对方的塔里面了 你看又是这个 又是一个W党W 这个鳄鱼已经没有办法去 晕到我了 大家在对线的时候 一定要把对方的这个 把对手的这个心理摸透 看这个人已经失了智了 失了智 W又被挡了 就是你打鳄鱼的时候 有优势再去先手 没有优势 过来的话 人家就可以把这个兵线 控制 控制 发育 刚刚我们刚才那个 对面这个打野 照顾了两个 要不然 这个塔黑也推掉了 塔黑也推掉了 但是这波兵 没有没法处理 推不掉 推不掉也好 推不掉可以继续发育 这个大招的细节 大招的细节是 你看我刚才线上把鳄鱼打回家了 把他打死了 他回家了 而且我状态也不错 那么我就可以 我把兵线推进他的塔内之后 我就可以去支援游走 支援一波 没有抓到机会 就赶紧走 因为上龙兵线马上就到了 这个就是细节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能再兑线起 就是你兑线对得好好的 就是兵线也全部都在 这个大招就很必要 他这个地方只有交闪线 我不想交闪线啊 不想交闪线杀的 刚才我直接 我那个EQ被给他弄死 没有EQ给他弄死 所以就得交闪线 很难过 就算对方这个打野针对我的 也没有关系 他只是针对一下前期 只要你在后面的处理上 到位 对吧 对手很容易失误的 你千万不要着急上去 先手 等对方先手 对方先手的话 我们有一个W可以打单手 已经投降了 优势才能讲出来 对于更多的 关于控线的事 那么中 这个不是很大的优势呢 只能讲讲这个 只能讲一下推线的东西了 这把伤害还是很高的 上单的已经是 打得头皮有点发麻 可以再打一盘 就是说 什么时候推线了 当你把这一手押回家 通过自己的力量 就是你自己单单自己对线 把他这个打跑之后 把他押回家之后 兵线如果没有进塔 没有进对方的塔 那么你一定要快速把兵线推进他 让他丢失很多经验 也防止他控线 因为如果你不把这波兵线推进去 当然敌方的兵比我方兵多 就不就不说了 如果你们兵 一般都是 我几方的兵 比对方的小兵多 数量多 那么我们就可以 快速把这波兵推进去 让他少吃很多经验 如果对方的兵比你 比我方的兵多 那么我们就赶紧回家 不要摊这波兵 回家之后 补完状态补完装备 继续上线 然后上线的话就可以把这波兵控住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两边 两边英雄产生了摩擦 有一边要回家 然后这边状态还可以 但是对方回家要补装备 我们也要补装备 然后回家之后上线 如果兵多了那边 兵多了那边就只能推险 兵少了这边就可以控线了 这下是上轮 上一把是不胃 攀神 这把希望对方来一个肉 我玩一把冥火流了 我对象的时候把蓝博扮掉 把蓝博扮掉 把蓝博扮掉 蓝博这个英雄很烦 蓝博很烦 蓝博很烦 我我直播间卡了 直播间卡不卡 不卡 不卡就卡 好 他们自己的问题 福尔 十五攻击力 穆冷却缩减 有劝军缩减 九步甲四伯亢 没停 可以 看了半天都没看 奥拉夫诺克 这一盘对建诺克 也是 比较经典的上路之战 提摩 提摩 都跑人 我比较烦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虽然脆 还是玩得好的人 很厉害的 这个英雄 跟老鼠有点像 那长得有点像 两个敞战英雄去打野了 我们来分析下阵容啊 上路的话是兑现 诺克萨斯之手 不想用这个评 上路兑现诺克萨斯之手 兑现小学生之手 跟打恶鱼都差不多 不一样的是这个英雄 他比恶鱼更烦一些 恶鱼有个主要核心技能 W我们可以抵挡 但是这个英雄的E技能 我们不能抵挡 他也可以回复 重要的打诺克 玩任何英雄打诺克 都要骗出对方的Q技能之后 再去跟他硬杠 哦 这把两个鬼步 可能是 小心一点 一定要 你玩潘森 一定要分析对方上野的 上野的这个位置 上野的这个英雄选择 因为 你潘森要压人的话 肯定会被针对 这个队友兑现了 兑现了这个敌人 肯定会叫打野 帮助他 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 这个奥拉夫跟诺克 奥拉夫这个英雄 在干涵上路的时候 是非常好干涵的 他本身就是上路英雄 上路是条线比较长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不能过于推线 如果推线到情况 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真眼 还有眼味一定要布置好 当我们看到对方 奥拉夫的影子的时候 当看到奥拉夫的时候 我们再上去 跟这个诺克 换血 或者是 压他 这种分析 就是这么多 只用分析一个上野 当然你不要考虑 就是 不要考虑你们家打野 一丝论你的那种情况 不用考虑 你要独自凯瑞 独自凯瑞 诺克跟奥拉夫 这两个开戏鬼不来 就走远了 就死得差不多了 梦魇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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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一盘的 哎 我又 我有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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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还一直掉 嗯 你们重新进一下 嗯 你们刷新一下就好了 刚才网网掉了一下 嗯 网掉了一下 你们重新刷新一下就行了 这回应该好了吧 哎 果然不出所料 诺克基就是带着一个 多兰盾 哎 他交Q了 交Q了 不着急 看这个冰线他就退过来了 嗯 但是吃着他一个Q 很疼 冰推过来就不着急啊 他把他把冰线推过来 他就会很难受了 又骗他一个Q 嗯 我们再注意自己的等级 呃 再吃一个冰的经验 就到六了 就到二了 嗯 哎 拉一下 拉着跟他打 不能让他触发五层旋路 嗯 嗯 轮轮一看就打得比较凶 硬磕着要给我们打 这个武器 他不开W的话 还能把这个轮轮逼回去 没有晕到 白金 这波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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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队友能帮助我们 注意这个近战兵 他想补的话 看去压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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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车不能弄 看一下 诺克的补兵 他11个 我23个 算是一个 比较好的这个压制吧 不是说杀了杀了人才算压制 嗯 买个真眼 两把长年一个真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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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击杀他 在5级的时候我们再不击杀他 就有危险了 嗯 因为诺克的6级的作战能力比我们高很多 我的天 这波还好没有过去 过去的话这波冰一点多 五分半才爆发医学 其实刚才不交易的话会好一点 但是交易也行 洛克其实在打潘森的时候 你必须出纯肉 必须出纯肉才能克制住这个潘森 因为你可能买了多两顿 一击的时候不会很疼 但是如果潘森补兵补的很多 那么你上线会亏 就是会少一件装备 少一件装备 这波边处理了 处理了我们再去游走 因为对方的这个打野肯定会 帮对方的这个中单清 知道我在 帮这个中单把兵线清了 变清了之后不会被对方控线 我赶紧吃个爆炸果实 回复一下 回复一下赶紧上线 注意这波我没有出装备 而这个诺克比上一波多了一个红水钉 那么就要注意一下了 不要再跟他干了 不能再跟他干了 因为我们的装备也没有变 没有变 而对方已经到达六级 不能给他们机会 这炮车一直在打我 不是说十分钟杀三次 就叫压制 这边我刚才也跟大家说过了 不能跟他干了 因为他出了装备 我没出装备 这波利用大招回线 下路也不需要支援 这波就需要利用大招回线了 注意我的大招是用来回线的 而不是去做一个强行战客之类的 因为对方的诺克现在应该是回家了 我们要从兵线上压制他 队友线不用管 你先管好自己 这个英雄不能劣势的 看现在 对是指肉装 是你看 正在后玩的出装 思路就很明显 直接出了一个大腰带 这边看见这个人了 其实这个黄战士他不肉 他一点都不肉 不要看他气急 但是他一点都不肉 他没出装备 他来上路干他就是来送的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装备来说 这波 应该 这波他就是用来送的 现在的话就接 准备73个标73个兵 对方诺克44 44个兵 7级 这个就是每次杀完人之后 大家注意看 我都会把兵线 哪怕只有一波 我也要退进去 让他亏一波 赶紧回家出装备 我这一把 为什么不先出幽梦了吗 幽梦了呢 因为对方这个诺克 他出了一个军阳腰带 我不可能先直接出个幽梦 1200滴血 去跟人家兑线 万一被一岛打一套 打出五层血怒 回上一层血 直接就没了 直接一个大就没了 装备选择方面 一定不能乱了 这波他够了 就没有必要了 你看我利用W的这个 近身 直接把他这个Q躲了 为什么我三级的时候 不去这样打呢 因为W确实很耗篮 我不想利用 每一个有Q的篮 的机会 去用在其他技能上 W在前期 对签诺克的话 他如果打得凶 那么我们这个 W是用来保命的 诺克已经没消耗品了 对方又死了 现在就可以秒他了 不像前期那样打得很难 虽然我只有一个人头 大家注意看 但是我们这个装备 等级 经验都是比较多 很多很多的 都是用通过我们 对于兵线的掌控 做到的 这个不是低端局 大家千万注意 不是低端局 如果是低端局 因为我已经给对签诺克杀的 就就不是零杠三 那么简单了 先先拿一下伊塔 可以注意拿伊塔的时候 如果对方是没有这个不能快速复活的话 我们先推线 先把这波冰线处理了 然后让防御塔吃掉更多的冰 然后再拿下这个伊塔 现在回家的话 直接做一个黑切 那这个诺克就更惨了 这就是兵线的问题 他很想打出优势 但是我们不着急 我们打他永远都是优势 在他出完这武装之前 我们打他永远都是优势 这波会中路一下 脚越不摸他 脚越不摸他 看一下上路兵线 上路兵线比较重要 继续压制诺克 这波兵的话就不要了 这波兵选择放弃 继续选择压制诺克 我们看一下队友啊 队友也不是 也是一个优势 算是一点小优 注意啊 现在就开始控线了 注意啊 因为对方伊塔也没有了 那么我们这个开始控线 奉献发育 压制诺克的等级 但是一定要给队友 不要 奥拉夫来了 我们看一下奥拉夫的装备 直接跳大 选择1v2 其实你说追奥拉夫吗 能追 但是呢 他有大招 我想收掉这个稳定的人头 对 黑切是针对对方肉装 然后打黑切的话更稳一些 黑切是胜率很高的装备 但是幽默呢 是爆发最高的装备 两个装备的处性不一样 帮助队友 拿 哇 这武器现在有点 输下个人头 武器发育不错 本来刚才那波兵 我是想控一下的 我控一下的话 我们发育就很舒服了 但是他不让控 他要送过来 注意看我们现在从等级装备 上面都有一个 对诺克的碾压 就是通过一点一点的兵线处理 来碾压他们 现在黑切加幽默 非常恶的出装 非常暴力的出装 而且十一级 注意看 十一级 原因什么呢 源于我一直在兵线上 不曾离开兵线 什么和什么不一样 黑切 黑切 黑切幽默是核心装备 但是顺序的话 可能你像打任何英雄 不一样了 你没有这个绝对的把握 利用这个幽默 把对方击杀 那么就出黑切 黑切是最稳的 但是幽默的话 爆发是最高的 爆发高 前中期的优爆发比较高 选择不一样 这波直接让后跳大 利用被动 利用这个W的被动刷个 刷个这个什么 刷个对 这边脚跃想杀我 很奇怪这个两个人 老鼠在打潘森的时候 是非常难受的 因为潘森它有盾 像刚才我们直接触发三重盾 看怎么打 对对 如果对方没有肉装的话 我们用优势 可以先出幽默 如果对方是出了肉装 然后本身他又是属于那种 也有输出的那种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出 出一个黑切 又有输出又有肉 这一切的情况下 都是建立在你有优势 优势不需要太大 只要有一点就可以 只要有单杀对方的机会就可以 看敌方的这个洛克0-580 我们对边下来处理 非常地到位 这火了 这种已经是垃圾时间了 这里已经属于垃圾时间了 在pass 就是以下大家也看见了 这把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优势在前期 为什么一下就能这样呢 也许是源于 源于自己的一个强势期 他本身就属于前中期英雄 前期呢是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你自己没有装备的时候 比较强一点 但是中期是什么意思呢 是你出了这个两件核心装备之后 就属于自己的中期了 出发了两件核心装备的潘森是有多么的强势 很强势的一个零熊 不不不 關鍵是在於 你對這個兵線的理解 我們每次不管是自己把洛克殺了之後 他這個兵線永遠是在他塔下的 有兩個好處 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一個好處是讓對手 讓自己對線的人少吃一點經驗 然後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還有一個好處是對方的塔叫的快捷 這把我12分鐘的時候還是1-0-2對吧 但是我們出戰以後就不同了 所以你不要著急 不要等著 不要說你 我潘森6了 我都制圓了 不要這樣想 潘森不能這樣制圓了 閃下了 閃下了不用追了 老鼠閃下了就不用追他了 然後他一命 不能 被動只能抵擋那個攻擊力 只能抵擋那個普通攻擊 像洛克的W可以抵擋 洛克的W也屬於普通攻擊 然後這個 鱷魚的W都可以抵擋 現在14級對10級 他現在的肉裝就不叫肉裝在我們面前 試一下 還是比較肉的 還是甜肉的 先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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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閃現 等這個洛克沒有紅洞以後我們再上去上 只能換一個 那沒辦法 這個隊友太浪了 我本來都不想走 都不想上了 但如果給我減速到了 對卡門上W也可以 這隊友帶節奏 可以出個復活甲 可以出復活甲了 復活甲 因為這把沒有什麼肉 我們進場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生命危險 除非肉是最好的選擇 那麼這個裝備呢 還是要出木刃呢 三大核心裝備 木刃、黑切、幽默 我單殺了 我的天 他這個控制給出來了 他這個控制給出來了 可以可以可以 我有點慘了對不起 我有點慘 主要這個火男的傷害是 他死了之後也能觸發 我也不能先手 不能死 不能死 這波他肯定是要死 但是那個角躍 如果我不慘的話 角躍肯定也得死 只是打得穩了一些 穩一些 我不想浪費這個大龍buff 趕緊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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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萬要趕緊 哎哎 這波就 就 奇怪了 因為我 我打不上去 我才看見那個角躍和奧拉夫 黑切幽默和木刃 黑切幽默木刃 木刃復活甲 還有一件野魔刀 好 得縮好穩一點的 可能死了兩次了 應該不不不適合我這個 穩的穩的穩的這個性格 這一把就想高一下 穩了一輩子 想打得凶一些 只是人凶一些 並不是這個英雄凶一些 是我理解錯了 你看 奧巴馬的裝備有點慘的 我們奧巴馬的裝備很 很慘的 奧巴馬的裝備有點慘 你看他的裝備 破敗黑切 打的大龍應該有 只有這個裝備 大家看一下只有兩個成裝 心疼一下 中路推了其實我們這個英雄 C1分帶會好一些 但是 中路已經沒了 就沒有必要C1分帶了 直接跳大 我看中的是 那個人已經死了呀 大家看見我的默認是傷害了吧 就是WQA就死了 就不用 用什麼 什麼花里胡哨的東西 哎呀 哎奧拉夫哪 奧拉夫跑了 嗯 對紅色的 這個 德拉克薩的木券 傷害非常高 爆發 哎呀我的傷害沒有 看見人家的傷害沒有 人家這個傷害 啊等老鼠出來 老鼠肯定是要殺我們武器的 在這邊等一下 啊對吧 我 我就不進場了 閃現 預判一下 沒預判到 果然說預判一下的 結果沒預判到 尷尬 不尷尬不尷尬 簡直不尷尬 大家看得見 就是你玩潘森了 不要著急 玩上單任何英雄 不要著急 不要覺得他就是 前中期是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前六級啊 只叫前期 啊不是這樣的 大家可能對於前中期 這種分 這種這個分 分類可能不太了解 屬於什麼意思呢 前期屬於什麼意思 前期屬於這個 只要你沒有核心裝備 都屬於前期 只要你這個英雄沒有出 出到核心裝備 都屬於前期 出完一件核心裝備 一就是前期 等出完三件 就是中期了 出完三件 三個大件 就是中期了 然後出完那個神裝 出完三個大件以後 這個就屬於 快等你這個 第四個大件出完 然後這個之後 就是大 大 這個就屬於後期 大後期什麼意思 大後期就是說 六神裝以後 時間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這個就是大後期了 對吧 是英雄的前中 前中後期 而不是遊戲的前中後期 大家要理解這個意思 是說一個英雄 他他這個分 分成前中後期 而不是這個遊戲 本身分成前中後期 這個意思 對吧 這個遊戲的前中後期 是全部的意思 就是所有人的這個裝備 疊加的快慢 這個屬於前中後期 如果遊戲進行的快 二十分鐘 你看都一百多個人頭 人都神裝了 這個也叫大後期 懂我意思吧 好 那麼今天的這個關於 潘森兵線 還有對線的處理 這些東西 就給大家講到這裡 也不是對線的兩把 也不是特別碾壓的那種英雄 但是我們從兵線的處理 一點一點的擴大自己的優勢 所以你玩潘森千萬不能著急 好吧 好了 大家那個想聊天了 下去私聊 今天呢 咱們這個課就到這裡結束了 明天同一時間 大家再再來給大家講那個 關於什麼的呢 明天講一個建基好吧 講建基嗎 建基有人想學嗎 你們想學什麼 要治療我吧 明天我的中午再講給大家聽 好 拜拜 謝謝你們的觀看 謝謝 謝謝 Autob praying 好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